香港将以1100元台币在八区新建检阅公屋提供3万个短期社会宅给正在伦后公屋的民众赞助 5人的住宅 客饭厅可以放沙发 饭桌及电视等 睡眠区没间隔 住户可以衣橱或布联分隔 厨房空间可放的下垫冰箱 洗衣机 有热水气及抽风扇 冷气就要积极安装 厕所比较小 没有干湿分离 检阅公屋4坪的1人住宅月租3000元台币 9坪半 住4到5人的大约1万元 虽然住得有点拥挤 但租金却比同样是企的发展区 同样大小 4人住宅月租59000元 便宜了4万9 基层民众及豪宅户 心情大不同 估计香港有超过10万家庭 20万人 住在环境恶劣的汤房 而沦后社会宅的时间长达10年 另外港府也计划把其的邮轮码头旁 应对疫情的方舱医院改造成3000个青年宿舍房间 五坪半大的套房 部分还有海景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